今天是2021年9月29日 是丑丑将要换一种方式 陪伴姐姐的日子 那我们就请李彬彬 来为丑丑致辞 亲爱的丑丑 你曾被天使送到我的面前 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也许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会在一起经历 如此多平凡或美好 或不幸的事情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 你总是在家里 等着我 陪着我 而今天 你温暖的身体 不再温暖 但是 这不是离别 是另一种陪伴的开始 这边请 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起 他们对我无私的爱 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 因为他们是用医生来爱你 而我们当中的医生有太多别的事情 可是他们就是每天都会守护着你 每天你回来的时候 在门口都欢呼雀跃 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没有莫得陪伴 与其说 是我收养了他们 不如说 是他们在今生上 治养了我 搜养了我 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楚楚 能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我要成为一棵大树 继续为你们 三小枝 遮风比喻 三小枝 它是个流浪毛 然后被我们小区的姐姐救助了之后 领养给别人 结果那家照顾也不是很好 就退样回来了 退样回来的时候 那个主人 把它扔在我们家就泡 结果当天晚上我就摸到它 有乳腺肿瘤 然后它的医院又住院住了一个月 把双侧乳腺 还有它肿瘤给切除了 我们家其实有段时间状态很好 但是还是抵不过那个癌细胞 它那个针打得很痛吗 不痛啊 按了手的话是没痛苦的 但是首先咱们需要一个刘志针 手上按这个刘志针 你要把老板和芒果妹妹都认识 都记得 然后要换个方式早点后面遇到好不好 下辈子就不会这么受苦了 好吧 妈妈 妈妈 咱们苹果姐姐 苹果姐姐 下次我们遇到了又和她一起玩 呃 丹丹丹 拜拜啦 那你给一次说话 反正他这个也很难受 但是我觉得苹果姐姐 想不想得太短暂了 让他能遇到你也是 我们的缘分 但是他可能 有没有机会活到现在 对 也真的安慰自己 我一想到朋友 我是曾经过姐姐 再也不会在门口来迎接我了 我就觉得好生气 这 这 这 对他的不要命的肚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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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姐 没太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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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生死之间太一步之间 当时汪汪是怎么走的呢 我特别不愿意提这件事 这两天你每次说到这儿就停了 然后就会让我心里面 我觉得说到他走的话 我觉得好残忍 我们家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搬家嘛 搬家就是住到楼里 楼里条件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妈一直有心脏病 她的心脏病是风湿性心脏病 就是因为太冷了 但楼房是不可以养大狗的 我们也是那种很乖的市民 就听话了 就没有把狗带进去 然后呢 那就得把小房子卖掉 我们遇上的第一个主人特别好 然后我们说 你买我们房子 我们没别的条件 就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帮我们养着这条狗 然后对它好一点 我们也会常会来看它 它说特别好 它说我们也就觉得安全嘛 就养条狗挺好的 就看家护院的 但是没多久 这个主人也把房子卖了 又换主人了 然后这中间呢 我们去看过狗很多次 往往就是那种 一看见我们 就 就能认出来 就冲出来 就在你身上连铺带转 又闻又舔 又蹭又干嘛的 就是那个 嘴里头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它会一直 叽叽咚咚咚 叽叽咚咚的 就感觉下一秒 话都要说出来了 那种感觉 那也不可能 一直在这儿待着嘛 总有要 要走的时候 走的时候都锁不住它 只要跟我问就走 后来等我爸 有一次再回去 看它的时候呢 然后主人就说 我爸就说 就主汪汪就不在了 我爸就问那个主人 说那个汪汪呢 然后主人就说 汪汪死了 他也知道汪汪老了 就该走了 可是我邻居跟我爸说 汪汪不是走的 然后那个人说 他说 汪汪好像是让他们 给送到饭店里去了 我甚至都没有一张 跟他的合影 他说了那句话 让人很伤心 他说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如果 真的能把汪汪画出来 给他留一个念想 至少这一次 他能带着汪汪和他一起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